天道的花 又 天道的梭 天道的梭 天道的穿着 天道的灵魂 天道的梭 最后思义到这 大家觉得好吃吗 好 再来看我演唱很漂亮 谢谢周深 谢谢大家 大家来看清场演唱 现在 头条通道 正式关闭 冲着周深和薛之谦 我放弃了我们的歌 改追音乐原计划 周深和薛之谦这对神仙组合 竟然要在音乐原计划中同台献议 这还了得赶紧划走我们的歌的预告片 直接锁定音乐原计划 周深那空灵道能飞听的嗓音 配上薛之谦那魔性道能洗脑的创作 这不是要上天吗 小小就觉得鸡皮疙瘩掉一地啊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的音宗市场是真的卷到飞起 各种节目层出不穷 看的人眼花缭乱 但能真正抓住观众眼球的还真没几个 难道音乐原计划就是那个能在音宗圈掀起腥风血雨的黑马吗 这节目玩法还真有点意思 专业音乐人和非专业音乐人搭档 一起创作并演唱原创歌曲 这不就是给周深和薛之谦量身定做的吗 一个歌喉了得一个创作鬼才 简直是田作之河啊 你要问哪些最感的就是这些人 就无论什么时候 他们都会想给你支持 而且这个节目还有一个骚操作 就是要先强曲 想象一下周深和薛之谦为了一首歌 《护怼》的画面 那场面太美 我不敢看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竞争机制确实能激发创作灵感 说不定真能整出几首爆款神曲呢 周深为爱死薛之谦 谁才是真正的音乐鬼才 说到这两位的音乐实力 那可真是各有千秋 周深那嗓子简直就是上天赏饭吃的 从古风到流行 从民谣到摇滚 夸见能力强的简直不像话 那首大雨听得我差点以为自己能长出鱼鳍来 雪之谦呢 创作能力强不说 那舞台表现力更是一绝 谁能忘记他那魔性的海草舞 看一遍笑一遍笑完还想再看一遍 而且他那些歌词写的是真的戳心窝子 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 听完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八百次分手 要说这两个人谁个牛那可真是难分伯仲 但是如果他们能在节目中合作 那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打气吧打气 加油打气 加油打气 好了 歌声啊一首歌声 要唱到爆啊唱到气球爆啊 要加油加到爆啊 好 真要爆啊 要爆啊 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 成风不意又锋芒又梦灯荡 去远方去远方的想象 前往好月星辰初心不忘 那为了如何登场有我担当 听谁能找你值得到的疯狂 去远方去远方有我啊 可以OK OK 我可以有我至爱至爱的方向 不是 这个能打这么大呢 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 爆了爆了爆了 好 耶 好棒 周深空凌的嗓音配上薛之倩犀利的词曲 这简直就是要上天啊 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们的合作了 说不定能创造出一首年度神曲呢 音乐原计划能否成为现象级节目 老实说 现在的音宗市场已经卷得不成样子了 想要在这个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 音乐原计划还真的有点真本事 不过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有不少亮点的 首先原创音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现在的音乐市场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原创作品 越来越少了 如果音乐原计划能够激发出音乐人的创作灵感 那绝对是为华语乐坛注入了一记强心剂 其次多样化的音乐风格碰撞也是一大看点 想象一下周深的空灵嗓音和薛之间的吸力词曲碰撞在一起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种跨接合作绝对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 I wanna be the same So be fr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薛之谦都是圈内的顶流 他们在节目中的互动绝对会成为一大看点 说不定还能看到他们互怼的场面 那画面太美 我不敢想象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节目组 千万别把节目搞成选秀2.0啊 我们要的是真音乐 不是卖餐加煽情加假哭的套路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 那音乐原计划绝对有可能成为 引领一宗市场新风潮的标杆节目 不管音乐原计划最后能不能成为现象级节目 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期待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能有一岛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音乐的节目 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音乐原计划的表现吧 说不定它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中文字幕志愿划内计划